根耗1分之1啊 所以這一題你馬上看出來喔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就是根耗1分之1 這樣了解嗎? 欸 懂不懂? 是 等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這一題 第三題答案對不對 答案是3對不對 這一題答案應該要選3 然後會以你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他講得懂 哪一個 你 我現在講到這邊了 你是對哪一個? 我那一個搞不懂 哪一個搞不懂 為什麼會講2的2 你說為什麼會講2的 你說這個為什麼會講2的2019是嗎? 是嗎? 欸 我先問你喔 這個東西打開這個你會不會? 會 那很簡單啊 我問你 你現在看這個市值 你看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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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看著他 然後你再看著他 他要怎麼樣變成他? 你只要令x等多少帶進去就可以 他如果要變成他 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只要令x等多少帶進去就可以? 1啊 對不對 你x只要帶1就可以嘛 對不對 你只要帶1 是不是這兩個四值就會一樣? 你x帶1 1加1的2019次方 是不是就是2的2019次方 就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這個東西喔 這樣了嗎? OK 好 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好不好 欸 還有一題喔 我們把這一題講完 好像整個摩考就差不多了 欸 還行嗎? 我現在看喔 我插這裡喔 我想說今天怎麼那麼安心 女孩女生在睡覺 他整個人都睡遲 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來 這個第二題喔 欸 這個第二題我告訴你喔 你要仔細聽喔 因為我覺得這個第二題是個很好的問題喔 這真的是仿學社區出的喔 這個題目出的相當不錯喔 這題目給他三個讚 我個人這個題目評價蠻高的喔 哎呀 這個題目 他需要花一個圓 哎呀 我來花一個圓 哎呦 兩次放我拍這邊就要花 我來拍這邊畫 來 花一個圓 好 然後這個題目在講什麼 他說 這個圖一喔 它是一個圓形 圓形的環狀粒子加速器的示意圖 哇塞 然後被加速的粒子 以一定的能量在一個圓形結構裡面運動 科學家往往需要計算相量之間的關係與大小 小學你有沒有發現他前面都在講廢話 這個你看過去就好 然後他跟你說 A B C 租 E F 價為圓上的六個等分點 來 超學把它畫起來 六個等分點 來 我把這六個點把它標出來 A B C 租 E F 然後再來 B B 在這裡 然後再來 F 在這裡 好 六個等分點 然後他跟你說圓的直徑是 E 同學把它畫起來 他講圓的直徑喔 不是半徑 你一定要把題目看懂 好不好 圓的直徑是 E 那麼下列何者最大 還有他下面的選項是這樣 好 我把選項超一下 第一個選項問你 A E 向量 哎呦 A E 向量 DOT A E 向量 然後第二個選項問什麼東西呢 問 A 珠向量 DOT A E 向量 好 再來第三個選項 他是問什麼 A B 向量 加上 A E 向量的長度 絕對值就是長度 來 接下來第四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 問你 A C 向量 減掉什麼 減掉 A E 向量 的絕對值 然後最後一個 第五個選項 問什麼東西呢 A E 向量 再加上 A F 向量 的長度 問你下列何者最大 哇 五個選項 哪一個最大 哪一個最大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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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把這六個點 這個按照順序把他連起來 反正你告訴我這是一個什麼形 你把他連連看好不好 反正你看得出來嗎 這是一個什麼形 快點 你幫我把他連起來 對不對 考試的時候你應該知道這個六個等分點 這個連起來是一個什麼形 正六邊形 對不對 對吧 這是個正六邊形 然後這個V1啊 其實可以稍微連一下 沒有關係 你把這個V1連起來 然後你也可以把這個A柱連起來 沒有關係 這個我想 我們可以在上面隨便去做圖 啊 啊 啊 不是很準 還可以啦 明顯 這樣可以嗎 OK 大概是這樣子嘛 這是個正六邊形 對不對 欸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啊 因為他是六個等分點 這每一個三角形啊 欸 我可不可以問你 它覺得這個角度是幾度 欸 講話 欸 這六個等分點欸 繞一圈不是360度嗎 3456嘛 所以這個角度是幾度 這角度是60度 對不對 啊 像這個角度是幾度 120度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這個傢伙啊 A F5 然後這個點 中間這個點 給他名字叫做O好了 好不好 叫O A FOV 這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啊 不是三角形 這是一個什麼形 這是個平行四邊形對不對 你應該對這個圖形的基本概念有一點掌握對不對 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準備來看這個題目囉 來 哈囉 各位同學請看這邊喔 首先喔 它前兩個選項 它談到一個東西喔 叫做內積對不對 欸 復習一下 同學 兩個項鍊的內積是什麼意思 欸 你們有複習到內積嗎 哈囉 來 我旁邊拉一個箭頭出來 我們花一點時間來講一下內積的定義 同學我問你 兩個內積喔 A向量到V向量 你告訴我 它的定義是什麼 欸 兩個向量內積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A向量的長度 講話啊 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再乘上cos 這兩個向量的夾角 叫做θ 對不對 這樣可以喔 然後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喔 重點不是這個定義 這個定義它考試喔 不太會考這個東西 它會考什麼 它會考這個東西的幾何意義啊 什麼叫幾何意義呢 來 同學 你看這邊 這一個傢伙如果叫做V向量 然後這個傢伙來 這一個叫做A向量 來 看我這邊喔 然後這兩個向量的夾角叫做θ 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把它改寫 它可以寫成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cosθ 我把cosθ 翻到前面來 這樣好不好 然後再乘上什麼東西 欸 再乘上V向量的長度喔 好 那請問你 從幾何的角度來看 這代表什麼東西 欸 同學 這裡啊 你看這裡 做一個直角三角形下來對不對 我請問你喔 斜邊乘上cos 會得到什麼變 斜邊乘上cos 會得到什麼變 這個叫0邊喔 對不對 是不是會得到這一段的長度 這個我們一般來講 稱為叫什麼長 欸 這段長度啊 這段長度 恩 這個要怎麼講 就這段長度嘛 黃色的這一段 好不好 這一個叫什麼長 這個叫投影長啊 寫上去 這個叫投影長 這樣可以嗎 OK 然後再乘上V向量的長度 這個V向量的長度就是指這一段 這個叫什麼長 這叫背投影長 要回去看我們高二的比計喔 這個我們都有講對不對 同學 兩個向量的內積 從幾何的觀點來看 你可以看成兩段長度相成 叫做什麼長成什麼長 投影長 成上背投影長 但是這裡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注意喔 同學 這個背投影長 我告訴你 這個背投影長 它真的是長度 所以這個背投影長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正的 來 我跟你講 這個傢伙真的是長度 它真的是長度 所以它必為正 好不好 它一定是正數 但是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投影長 我曾經以前講過 其實講投影長有一點不太對 這個東西數學上嚴格來講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分量 我跟你講 這個叫做A向量在V向量上的分量 嚴格的講法叫做分量 那這個分量我跟你說 它事實上 它不一定是正的 為什麼不一定是正的 我跟你講 如果假的這個是銳角 A向量長度乘cosθ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這段長度 它是正的 可是萬一這兩個向量假的是頓角 比如說A向量在這邊 A向量長度乘B向量長度再乘cosθ cos的頓角會變成負的 這樣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分量有可能是負的 換句話講 這個投影長 基本上它的真正名詞叫分量 這個分量的概念 可正可負 也可以是0 如果這兩個向量夾角90度的話 這個分量就是0 這樣聽懂嗎 因為它們堆子 內積乃乓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分量寫一下 這個分量可以是正 也可以是負 當然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0 這樣好不好 所以兩個向量的內積 它的正負是誰在控制 是分量在控制喔 好不好 那個背投影長一定是正的 是這個分量在控制它的正負 好 那我們準備來看這個題目喔 哈囉 來 大家一起看喔 都要問你 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會得到什麼效果 你可以從定義去看喔 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就是自己的長度 A向量的長度 對不對 再乘上A向量的長度 然後請問你 自己跟自己夾角是幾度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自己跟自己 這兩個向量 自己跟自己夾角是幾度 是0度啊 是不是cos0度 所以要問你cos0度是多少 1啊 所以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會得到自己本身長度的平方 這樣寫 有沒有問題 這樣寫 可以嗎 會得到自己本身長度的平方 這件事情從定義就看得出來 然後重點在第二個選項 我學A珠向量 鬥著AB向量 來 請看這邊喔 A珠向量在哪裡 你看我的手 A珠向量在這裡 AB向量在這裡 你說老師 這兩個向量喔 這個我是不是要算這個長度 再算這個長度 然後再乘上cos的這個角度 我跟你講不用 你知道為什麼不用嗎 因為我們知道兩個向量的內積 它是投影場乘被投影場 我問你喔 A珠鬥著AB 請問你 它的投影場是多少 A珠在AB上的投影場是誰 是它 啊 被投影場是誰 也是它 所以你從這個投影場 再乘上被投影場的概念 你會發現 A珠鬥著AB 它其實就是誰 它其實就是AB向量長度的平方 這樣懂嗎 這一個很關鍵 這第二個選項很關鍵 這有些學生看不懂 然後第三個選項 兩個向量的加法 你應該沒問題吧 AB加A1 AV向量在這裡 A1向量在這裡 這兩個向量加起來 來 投球我問你 它會得到什麼向量 欸? A1向量加上A1向量啊 投球這個AV向量 你把它搬到這邊嘛 所以變成A1向量加上E珠向量 會得到哪一個向量 會得到A珠向量對不對 我應該沒寫錯啊 A珠向量長度 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向量的加法 然後第四個 向量的減法 向量的減法 如果你不太會減 好 沒關係 這個文章我教你 我跟你講 減法你就改成加法 減掉A1其實就是什麼向量 就是EA向量 對吧 那個負號會讓它頭尾會顛倒 EA向量再加上AC向量 好 把它頭尾接起來 所以它會變成什麼向量 EA加AC會等於EC向量 可以嗎? 是不是會等於EC向量 慢慢來嘛 對不對 每個都慢慢做 然後AB加AF AB在哪裡? AB在這裡 AF在哪裡? 在這裡 哎呀 這很簡單啊 同學我問你 這是不是一個平行式平行 這到AO向量 這個AO向量高好 是A珠向量長度的一半 所以它會等於1 2分之1 A珠向量 的絕對值 我快講完了 借我1分鐘 現在的絕對 好 對嗎? 同學 AB加AF AB加AF嘛 這個AB你把它搬到這個FO嘛 這是平行式平行嘛 所以AB加AF 就是AF加FO 所以就是AO向量 這個AO向量是A珠向量的一半嘛 你就改成這樣對不對 他要問最大 同學我問你 我們應該可以看出來 同學這段長度是多少 這一個是1 對吧 因為他說這個圓的直徑是1 這段長度是1 這個我看一下喔 1 2 分之1 的A珠 所以這一個一定錯 因為它不是最大 第三個跟它比 第三個比較大 我們要找最大的嘛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那個 AB 向量長度平方 AB 向量是誰我不知道 但是這段長度肯定比一小 比一小的話平方還是比一小 所以第二個選項我們也不要 因為跟第三個來比 它一定比較小 這樣了解嗎 然後再來第一個選項 A1 向量長度的平方 這個 A1 向量 來嘛 這在圓裡面直徑是不是最長 所以這一段長度 這個一定也小於1 小於1 平方還是比一小 所以這個也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三個次在比喔 這個第四個選項是誰 EC 向量 這個 EC 向量根本不用講啦 這個長度一定比這個圓的直徑來的怎麼樣 來的小 所以這個也錯 所以本題喔 這個你稍微觀察一下 它要求最大值 當然就是要選哪一個選項 選第三個選項才是正結啊 來 本題答案應該要求 還有一個選項的選項 這個選項是否也有任何 如果是中文 選項的選項